中南部空污严重引发民怨行政院长赖清德经 21日针对空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清上火线向全民报告 他并宣布燃油车全面淘汰时程 燃油机车在2035年全面淘汰 燃油汽车在2040年全面禁售 以及民国108年底全面禁售二行程机车 让台湾进入电动车化环境减少空气污染 赖清德所公布的空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 包括要求国营事业达到超低排放 加速老豆车辆态换 加强餐饮业油烟道路 营建工程及河川阳城的管理且定立指标性政策目标 包括2019年空污洪亥日减半 2030年公务车辆全面电动化 2035年机车全面电动化 2040年汽车全面电动化等目标 要展现行政院的积极作为 对于中南部空污严重县市发起 七县市空气品质治理联系会议 赖清德表示 他特别感谢台中市长林加龙整合各县市的建议 今天所提出的四项要求 1.加速率能发电 2.订定全国锅炉加盐排放标准并全面补助 3.增加空污基金地方分配比例 4.捷运延伸中台湾以及公车营运补助全面加 4.与行政院的目标不谋而合 他表达肯定与支持 赖清德也希望林加龙率领七县市 针对固定与移动污染源等属于地方政府负责事项拟定具体策略 行政院空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内容图行政院提供 1.0G 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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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